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将是台美断交易以来 美国国务院访台最高层级官员 台湾知情人士透露 美方已经提交议程给台湾 台湾各部会针对供应链重组 第三地投资 以及能源等相关问题积极准备中 目前规划由行政院副院长沈荣金 代表台湾与克拉齐对谈 并在会中致开幕词 知情人士强调 台湾都已经准备好了 但因为美方没有点头宣布 一切都无法确定 台湾外交部指出 目前 台湾一直在跟美方沟通 就可能对话的形式交换意见 希望替这项对话打下好的基础 才会在沟通上多花了一些时间 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在个人脸书发文指出 短短一个月内 再度突破美台四十多年来访问层级的 美国国务院次卿克拉齐 除了层级高外 他的业务范围就是经济能源等 来台进行美台高级经贸对话 王定宇认为 克拉齐次卿访台有三个意义 第一是台美关系快速升温 第二是台美经贸合作和供应链重建 第三是克拉齐负责筹设美国主导的新联盟 成为经济繁荣网络 从今年5月初开始后 全球瞩目 目前有澳洲 印度 日本 纽西兰 韩国 越南等印太六国共同参与 台湾是否能成为第七国 也是观察重点 第二个新闻事件 是中欧峰会 就双方投资 中国人权问题 激烈交锋 欧盟三驾马车 轮值主席德国总理默克尔 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 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与中国领导人举行的视频峰会 最重要的议题是谈判今年的投资协议 其次是中国新疆和香港等地区存在的人权问题 从目前披露的信息看 双方宣布签署中欧地理标志协定 其余的尚未确定 欧方明确指出 中方若希望尽快签署投资协议 必须做出更多让步 欧盟领袖批评中国的人权问题 提出派独立调查团赴新疆实地调查 大规模关押维吾尔人事件 该协定谈判已有7年 欧盟希望通过此次峰会推进 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似乎比较乐观 称双方就拖延许久的欧中投资协议谈判 形成了共识 年内将实现完成谈判的目标 但是 欧盟领袖的反应明显不一样 欧盟理事会主席冯德莱恩 在峰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我必须要说 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如果北京想要让欧盟觉得 这份协议值得在年底前签署 中国就必须在市场对等开放等方面 做出让步 我们严肃对待中方市场准入 以及取消贸易壁垒的问题 冯德莱恩认为 中国产能过剩 行业补贴等方面 中方几乎没有任何进展 他警告说 签署这一协议 时间不是问题 而是要解决实质问题 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欧盟不在做他人的竞技场 欧盟要求更加公平的贸易关系 更加平衡的欧中关系 这意味着双方必须对等 公平的竞争 欧盟轮值主席国主席德国总理默克尔会后强调与中国的合作必须点击在特定原则上 也就是对等和公平竞争 我们拥有不同的社会体制 但在我们致力于多边主义的同时 应以规则为基础 中欧视讯峰会上涉及到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是中国的人权问题 尤其在中国发生新疆大规模关押维族人事件 北京强加于香港版国安法导致香港人权与法治状况急剧变坏之后 欧盟需要更有利地 整体性对中国人权发生 默克尔会后表示 欧方与中方讨论了香港和少数族群等议题 欧盟会持续救人权问题与中国对话 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告诉媒体 欧盟14日向中方提出 派出一个独立观察团前往中国新疆 就新疆发生的大规模关押维吾尔人及其他穆斯林事件展开调查 米歇尔表示 欧方向中方重申了中国对新疆 西藏少数族裔 以及对人权活动者 记者的不良待遇 欧盟领袖同样向中方表达了对香港人权问题的关切 第三个新闻事件是美中两国施压TikTok交易难达成 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抖音海外版TikTok交易大限将至 传出TikTok不会卖给微软 但会以技术伙伴的形式 与美国软件龙头甲骨文公司合作 但是 中国官方媒体 则引述不具名消息来源指出 TikTok不会卖给微软或甲骨文 微软已经先证实 收到TikTok母公司字节跳动通知 TikTok不会卖给微软 华尔街日报 周日则报道 硅谷龙头企业甲骨文会 以可信赖技术伙伴的方式 与TikTok合作 这不代表母公司字节跳动将TikTok美国业务分拆售出 纽约时报认为 甲骨文创始人埃里森和特朗普的密切关系 会是这项合作 最终能定案的助力之一 然而 消息才传出不到12小时 中国央视海外频道 中国环球电视网 引述未具名消息来源报道 不论是微软或是甲骨文 都买不到TikTok 外界解读 中国环球电视网的报道 代表中国政府释放的信号 宁可抖音海外版TikTok关门熄灯 也绝不卖给美国企业 以展现中国在特朗普政府的巨大压力下 就算毁掉TikTok 中国也不会示弱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1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批评华盛顿 TikTok在美国遭遇的围猎 是典型的政府胁迫交易 如果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属实 中国不也是在动用国家力量胁迫 TikTok不交易 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 引述一位中国学者的评论指出 中国更新出口限制规则 意味着字节跳动 可能需要先审批获得许可 才能将技术出售给美国的收购者 事实上 TikTok在中国国内也不能使用 中国政府现在还要加码不让买卖 而一向标榜 要协助企业走出去的中国政府 在美中交手时 却选择了不让中资企业 将海外产品找卖家变现 TikTok公司字节跳动 目前没有证实或否认美国媒体 与CGTN的报道 第四个 新闻事件 是在华日本企业申请搬迁补贴 快速撤离中国 在华日本企业 正在积极响应其政府号召 撤出中国 不久前 日本政府推出一项补贴政策 对撤出中国的企业急于补偿 首批申请搬迁补助的企业近90家 但第二批截至77月底 申请企业近1700家 表明日本正在将产业链撤离中国 日本在华企业 退出中国的速度 超出人们预期 据日经亚洲评论近期报道 日本政府在2020年的补充财政预算中 促进国内制造业的计划 有0.7亿美元的专项资金 在今年6月结束的第一轮招标中 政府批准了57个项目 共87家企业 总金额达574亿日元 但是第二轮申请于7月结束 收到1670份申请 其申请金额达政府预算金额的11倍 高达165.7亿美元 武汉肺炎疫情肆虐全球 很多国家政府意识到 不能将产业链全部放在中国 必须重构产业链 不仅是这些企业从中国撤离 很多在一国投资的企业 涉及到医疗行业的 都出现了回归本国的趋势 其实世界很多国家看到中国拿着口罩 进行政治要挟的时候 这些国家都在出台政策 让该国的企业回本国 另一方面 在中国的投资成本增加 也是外资撤离的一个重要考量 据日媒报道 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 中国作为制造业投资地的吸引力 正在下降 日本对外贸易组织2019年 对日本企业进行的一项调查中 中国的制造成本为80 越南略低为74 观察人士认为 外资撤离 中国主要还是因为赚不到钱 如果在中国赚不到钱的话 就要撤 受疫情影响 不仅是日本在华企业 就是本地的中国企业 今年效益都不好 日本在华企业效益能好吗? 回国企业肯定是效益不好的 能赚钱的肯定不走 2018年美中爆发贸易摩擦以来 已有大量日资企业撤离中国 比如百年相机巨头奥林巴斯宣布在华停工 欧姆龙精密电子也宣布苏州工厂关闭 日本电子零件大厂日本电产转移至墨西哥 三菱重工将部分生产线转移至本国 东芝机械从上海转移到泰国 爱丽丝欧亚马公司牵制韩国人穿 亚瑟士运动产品 夏普电器转到越南 松夏 尼康 索尼等日企将生产线都从中国迁出 早在今年4月7日 安倍首相主持内阁会议 决定了紧急经济对策方案 支持日本企业在中国等海外投资的生产据点回归日本国内 或者转移到东南亚国家 当时很多业内人士还在分析 日本不会将产业链迁出中国 但是仅相隔三个月 情况却发生了巨大变化 学者认为 由于武汉肺炎波及全球 导致欧美等西方国家损失惨重 各国都意识到这些低附加值产业对国家的重要性 于是美国 日本等国政府鼓励本国企业从中国撤离 摆脱对中国制造产业的依赖 第五个新闻事件是 央视为正式道歉 台湾国民党取消参加海峡论坛会议 中国官媒中央电视台 没有就该台海峡两岸节目主持人李洪求和之说 做出正式道歉 台湾国民党9月14日决定 取消以政党形式 出席9月19日 在中国厦门召开的海峡论坛 之前中国央视在报道 国民党将由贤国民党副主席 立法院前院长王金平 率团参加海峡论坛的消息时称 台海兵凶战威 这人前来求和 让国民党强烈不满 并在台湾引起一片哗然 在国民党14日 做出这项决定前 央视已经把有关求和说的视频下架 涉事的央视主播李洪 后来改口说 王金平有分量 其访问有助两岸交流 星期天 央视又发表题为 欢迎王金平率团出席海峡论坛的海峡时评 李洪还为他所说的求和 提出新解释 说求和是寻求和平的意思 国台办发言人马小光 上11日表示 欢迎国民党前副主席王金平 帅团出席海峡论坛 他说 两岸各界应多做有利于增进了解 增信事宜的事 尽管央视曾试图平息争议 但是央视始终没有就求和说 做出正式道歉 这让国民党主席江启臣和党内非常不满 江启臣发表声明说 求和一说 抹杀了追求和平的努力 更污蔑了为之奉献的人人志士 两岸间的互动 若无法维持对等尊严的基本原则 大陆当局若在这起事件上 无法给予同等的处理 两岸交流将难以为继 14日 国民党文传会主委王玉敏 在记者会上宣布 衡量两岸整体步调不利双方交流 国民党取消出席第十二届的海峡论坛 不以政党形式参加 但是党员个人是否出席 则不受限制 国民党大陆事务部主任左政东14日表示 求和说引发国民党内部激烈反弹 考量两岸气氛不佳 而且此行的实质意义不大 在这样的气氛下 国民党还要派团参加 可能会对蓝营造成负面影响 王金平接受媒体采访时则表示 党不去 我就不去 他不会以个人名义 前往参加海峡论坛 台湾媒体报道 国民党前代理主席林荣德等一些人 将以个人名义 出席海峡论坛 当时的求和说 显然成为国民党被抨击的新题材 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14日说 中共已经定调这个论坛就是统一 而国民党要派人去 却被羞辱成求和 这种情况下 如果国民党还要派团 王前院长还要去 那国人是什么印象 我们就可以想象 台湾总统府发言人张敦寒13日说 国民党应该慎思 维护 捍卫台湾人尊严与国格最重要 台湾总统蔡英文自2016年上任后 由于不接受九二共识 引发中国当局不满 除了些段双方官方交流 还对台湾采取限制路客来台旅游等多种试图影响台湾经济和民心的手法 尤其自今年以来 军机频频绕台飞行 甚至飞越敏感的海峡中线 最近还举行了以台湾为模拟对象的实弹军演 两岸关系空前紧绷 台湾总统蔡英文 8月27日说 台海局势紧张 存在爆发冲突的可能性 她希望各方审慎约束 避免两岸爆发冲突 国民党在9月6日举行的全代会上 为该党的两岸论述定调 确定延续以中华民国宪法为基础的九二共识 持续推动两岸交往对话 以避免战争 并提出反对台独 及中共的一国两制等八大主张 好了 今天的言归正传大新闻 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